潮州镇立图书馆在改装整修后 提供乡亲不管是阅读空间 还是办理相关讲座及借阅的重要场所 而近期潮州镇公所为了提升镇内读书风气 特别将新推出的文创口罩加制 提供乡亲办理借书证时可以加码索取 以此来推广阅读 图书馆的部分是你要办借书证 我们鼓励乡亲有借阅读书的一个习惯 那把这个读书的风气给养成 所以我们有在图书馆加码送这个口罩 那口罩主要的设计有金元宝 就是土地公的金元宝 那榕树公的这个树叶有一个避邪的功用 那紫棋东乃强调吉祥 潮州镇公所强调才短短几天 这个以福安宫加持的福壁全朝文创口罩 就已几乎被抢光 如今再致除了固定场所及图书馆 也将放置文化场域及文创活动运用 让福安宫年底的入庙活动结合文创主题 打造在地文化庆典 福安宫在今年底会有一个文化庆典活动 它会入庙 那难得在潮州镇这边有一个千人一庙之后 那现在我们顺利完成 那把这个入庙的文化庆典活动 把它界定成整个潮州镇的一个大活动 希望透过这个文化庆典活动得到庇佑这样子 那我们大概这个口罩的一个设计发想的意向 也希望是说我们潮州这边持续长足的一个发展跟进步 那相信在这边生活的种种 大家也可以平安 受到我们这个福气的庇佑 口罩设计发想只是一个起头 年底的入庙仪式将搭配文化庆典活动 推出系列宗教异象内容 让在地信仰中心也能成为地方重要的文化亮点及观光景点 记得不停床志豪采访报道